花费三年时间考制一千只羊后,河北省丰宁县小伙刘磊,让当地美食皇家考全羊重获新生。 1982年出生的刘磊,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,因为家庭困难,初中还未毕业,就辍学到一家餐馆打工。 由于吃苦耐劳,几年后,刘磊积攒了一点钱,开了一家小饭店。 饭店仅仅维持了半年就倒闭了。 他不得不继续打工,2009年,刘磊选了再次创业,由于丰宁旅游业发展比较快。 这次,他把目光聚焦在当地特色美食考全羊上。 我们的考全羊现在有三四百年的历史,当时清朝皇帝选择封宁围场等地, 每年的秋天他都会率领王公大臣八旗精兵到这里来涉猎,史上称之为木兰秋贤活动。 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之中,皇帝也会招待蒙古的王公贵族用餐, 在这个宴席上就有考全羊这道菜,从那时候就一直延续下来的。 就是由于我看到丰宁旅游业发展的比较好,我又是干餐饮这个行业的, 觉得这个考全羊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美食,应该把它传承下来。 为了把考全羊这道美食做到极致,刘磊下了等多功夫, 他走遍成德、张家口等地,有考全羊的餐馆,多方品尝, 集合各家的长处,赌上了一羊五吃,皇家考全羊。 四次考制第一次就是吃这层脆皮,吃完这层脆皮以后, 然后再改刀上料,再进行第二次考制。 第二轮的考全羊主要是吃鲜美的肥羊肉。 据刘磊介绍,他们的考全羊第三轮是吃羊排, 第四轮是吃羊腿肉串肠的大肉串, 第五轮是吃干象的羊骨头。 刘磊说,他们的考全羊以180点左右的乌珠木沁草原羊膏为主, 用炭火烤制,烤制过程一般持续两至四小时。 用特色考全羊的配方是经过我自己烤了将近一千只羊才确定下来的, 包括后期的吃法也是在烤制过程中一次一次改进而形成的。 如今刘磊已经拥有了自己的餐饮公司, 他独创的考全羊技法也多次获奖。 刘磊认为,享受美食的同时更应该传承文化, 因此他们的考全羊在使用前, 会举行充满蒙古族风情的开羊仪式。 开羊仪式其实在传统来说这也是一个起伏, 也是为了表达人们对自然、对食物的尊重。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, 考全羊在我们当地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业, 当前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行业规范, 把这项技艺传承下去。